2012年 2011是福島核災 2012年那一年 我們發現 我們臺灣的反核的方式 沒有找到好的方向 所以我跟金敏兩個人 我們找了很多個團隊 一起在共有正式的成立反核部隊 這個下面就是照片 有來無代 就是我們反核部隊的口號 政府撒謊 就是置我們於死地 那當然我們要自救 不是讓他隨便講什麼就相信什麼 但在2012年的星光大道 在那一年沸沸揚揚的 臺灣全部的反核的情緒是非常高 甚至還有反核四五六運動 應該大家都不會忘記 去年他們是坐滿100年 然後用另外的方式繼續反核 這些就是反核健將 然後在2012年的那時候 有這麼多人出來的事實反核 其實我們人民的力量跟政府 是這個圖表最吸桿稿 是這個 我們只要團結我們人民的力量 政府是沒有辦法隨便胡言亂言的 這個是網路上面的圖 所以我們人民要知道自己所擁有的力量 是有多大 就像柯兵他也證實了 只要人民團結的力量他就 即便是一個素人還是有辦法為國家做事 感謝今天大家共去堂 希望我們一起珍藏我們的糧倉 歡迎大家到共聊來 然後繼續反核 希望我們廢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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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